我們國民黨絕對是全心全意支持 你民進黨現在你要恢復徵兵制 我們也全心支持 但是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 你要趕快做個決定 那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覺得準備作戰很重要 避免戰爭也很重要 所以順子講不占了去人之兵 這個就是戰略的最高級的戰略 就是追求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克勞塞維茲也講戰爭就是政治的延長 既然大家沒有辦法談就來打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因此我現在就回憶起說 我在當臺美國會聯誼會會長的時候 待遇到美國去 美國的博會議員也好 官員也好看到就說 我們現在很高興 你們現在兩岸的關係那麼穩定 讓我們要幫助你們也更方便 那你們這樣子跟中國大陸 維持穩定的關係 打仗的機會也變得比較少 這個對大家都好 所以去的時候每一個人都讚美 都說你們現在很好很棒這樣子 所以現在我要談的一件事就是說 美國現在有沒有改變態度 你們不應該那麼好 兩岸應該緊張會不會這樣 我想會啦 因為美國現在就是主流的看法 就是把中國大陸當敵人 當敵人的時候當然就希望說 你們所有這些小朋友們 跟著我來對付中國大陸這樣 可是我的感覺是這樣啦 我們要選以色列 以色列有美國全力的支持他 可是以色列在私底下跟阿拉伯國家在發展關係 就是像約旦 就是好幾個建交 對 我到以色列去 我就從約旦飛過去了 那以色列跟海灣的那幾個國家 也私底下來往也很密切 所以他們在給我開個玩笑 我說你們種那麼多那個葡萄柚 他說我們這葡萄柚 在歐洲市場很驕作 我後來看了雜誌的確是這樣 後來他說 其實阿拉伯有些國家 也是吃我們的葡萄柚的 傍晚的時候我們的飛機就會起飛 送到他們國家去 所以我要跟你講說 以色列那麼厲害的國家 美國百分之一百的支持他 可是以色列自己 還是覺得說 我要跟阿拉伯的發展關係 目的就是在避免戰爭 我去戰 去以色列 去了幾次 我看到以色列 我說我真的很佩服你們 你們打仗都打贏 很棒 有一天一個朋友很嚴肅告訴我 最好的勝利 都不如最差的和平 因為和平不需要死人 勝利是要以死亡 戰場上以死亡付出代價的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真的不能不靠美國 其實如果沒有美國 823炮戰我們都挺不過去 兩四東大泡水給你 8英寸流泡水給你 對不對 你在最危險的時刻 誰在供應這些武器給你 當然是我們要花錢去買 所以美國對我們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在聯合國爭代表權的時候 在前面的階段 美國都是一路上在幫我們的 尼克森上來以後 他就開始要跟中國大陸 拉攏中國大陸 所以某種程度我們就被出賣了嘛 所以今天我們批評美國人 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基辛聯合國代表大會要投票的時候 基辛吉在北京 你用你的行動告訴美國的朋友們說 你們這次可以把台灣給放棄了 我們果然就輸了 所以老布希當時是美國駐聯合國代表 大使他就講基辛吉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你知道基辛吉怎麼跟他講嗎 我又沒有曉得 你媽媽說去 可以不讓這棟大樓開會啊 你隨便找個禮物就把他封起來 不用開會啊 你說等我回來啊 所以你們想想看 美國人是如此靈活 而且如此之善變 就某點來講 可是我認為不能罵美國人 他是追求他的國家利益嘛 因為他結束越戰嘛 他要對付蘇聯嘛 他拉攏中共這對的啊 可是我們自己呢 我們要跟美國人擁抱 可是我們該不該也要用 一些的政治的手段 設法讓兩岸關係穩定下來 備戰很重要 可是如何避戰 用我們的政治的智慧 跟中國大陸建立比較穩定的關係 我認為也很重要